青少年开车闯祸这些血淋淋的教训 真的让人相当的痛心不已 而这个心情是美国青少年驾车安全周 提醒家长还有青少年马路炉虎口 开车就要千万小心 而东恩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南加州刑事律师邓宏 请他来谈谈青少年开车最常见的问题 邓律师你好 主播你好 在美国每一天基本上有11位青少年的话 死于交通事故 其中最重要有三类事故 是常常会造成致命的事故的 第一类是醉酒驾车 很多时候年轻人的话 他们喝了酒以后失去控制 第二类里面的话是开开车 超速飙车 载车 这种的话也常常在年轻人 尤其是逛哪个驾照 这种情况之下会有这种 第三类的话 往往是在打手机 在生重忍讯 在分层的情况之下 无注意的情况之下发生了意外事件 第三类的话是常常在年轻人这边会遇到的 好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十个个车或九个块 或者是超速引起 而加州允许青少年十六岁就可以开车 可是这个年龄正是写起方刚之计 做家长的要如何帮青少年安全的开车呢 对 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 小孩子长大 他对他来说能够承认他的成长 往往是有开车有驾照 就是表示自己已经是成人了 但是的话家长在给小孩子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约法三专 不能够开车醉酒驾车 不能够超速 不能够再玩 有时候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的话 跟朋友出去开车 飙车这类的话 当然的话要做好各种措施 要小孩子的话接受责任 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小孩子 怕家长回来之后 发现自己违规的话 他们或者是车祸事故的话 他可能会撞车逃跑 在美国那边撞车逃跑 就像发生事故了 没有下来报警 或者是援助对方 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是会触犯法律的 好那最后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是开车不要伤人 更不要伤警 那您认为我们华人 还有哪些防范的措施 可以事先预防呢 小孩子都会成长 他们都希望 自己有开车的机会 但是作为家长的话 要做好防范的措施 如果小孩子已经满了18岁 买车子的时候的话 不要挂自己的名字 让小孩子来承担这个责任 毕竟你的保费车人贵一点 但是万一发生小孩子的话 发生事故还至少了 他不会偏连到父母的财产 第二个的话 买足够的保险 在加州的话 只有最基本的 法令规定的基本责任 显然只有一万五三万 但是这个标准 是三十年以前定下来的 现在的话 一个事故的发生 至少要五万到十万的赔偿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要买足够的保险非常重要 好 谢谢邓律师带来的精辟一份